娛樂百分百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邱澤 由邱澤 李立群 東階 翟天玲 所主演的溫馨家庭劇 《幸福一家人》 即將在八大第一台播出啦 這次百分百獨家訪問 在劇中飾演外表有些冷酷 但內心卻非常柔軟的 醫生大兒子邱澤 話說在拍這檔戲的時候 剛好也是邱澤爸爸過世一年 面對這樣的時刻 又是父子情感超重的劇情 讓邱澤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對我來說 這部戲是一個 整理自己心情的過程 那父親離開之後 其實後面的這段時間 又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工作 那你很難真的靜下心來 把這件事情好好的整理一遍 但這部戲讓我 真的面對這件事情 不管戲裡戲外 那自己的心情也因為這部戲 對於生意死別這件事情 做了一個 算是上了一堂課 和李立群老師的對手戲 也讓邱澤非常難忘 我跟李老師對戲的第一場戲 這部戲是在醫院 檢查完報告出來 我是第一個知道 他生病的那一瞬間 對 那是我們第一次堆劑 那是我們第一場戲 然後那場戲 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的是 我們一起做完報告出來 坐在一個場椅上面 醫院的造成的場椅上面 然後我們坐下來的那一段 不知道應該怎麼面對彼此 不知道應該說什麼的 那一段等待的空白時間 李老師開始唱歌 他就哼了一個小曲 是那種像精氣的那種小曲 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很輕輕鬆鬆 可是其實在對戲的過程裡面 那個對我的力道還滿大的 是說劇中內心糾結 都往肚裡吞 私底下的邱澤也是如此嗎 對 因為平常自己煩惱的事情 或者是在工作上 就是你說出來不一定能夠 被解決的事情 你就會選擇不說嘛 因為讓更多人煩惱這件事情 並不會有得到更多的幫助 所以就自己煩惱 煩惱完之後應該就好一點了 雖然在戲裡 和家人互動看似冷酷 但跟弟弟吵架歸吵架 還是幫他整理衣領 這也是邱澤為角色設計的 貼心小舉動 那個設計是我跟導演提議的 對 那導演也覺得 這個非常好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 很善於表達的人 他很多話在心裡面 也不一定會說出口 可是他對家裡面 一定會有一份關係嘛 畢竟是每天生活在一起的 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 就是當你 當你 當你 當你對於一個角色 有一段時間的理解性 或者是你開始進入那個角色的時候 那些動作或者是 你所謂的設計或者是那些 它是自己長出來的 可以理解嗎 它會從你的心裡面長出來 他應該有一樣的 對 在那個時候弟弟在責備他 或者是說你怎麼都破了家的時候 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明白 所以我幫你把衣服穿好 它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溫暖 這齣戲除了演員的真情流露之外 連導演瘋狂凱的感動視線 都傳頭鏡頭 讓邱澤有很深的感受 導演真的很在戲裡面的時候 那個溫暖跟那個關注度 是可以透過鏡頭 直到他現在正在看戲 就是他的那個力道 是會從鏡頭後面傳過來的 導演有時候會用 咔的大小聲來決定 這顆鏡頭是不是精采 對 就是他每次看到一個很 自己覺得這段戲很棒的時候 他咔就會咔 就是全世界都會遲到的咔 很棒耶 對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拍攝的場地 跟監視器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聽到那個 洪亮的咔的時候你就覺得 這一段表演是完整的 是導演要還是好的 他咔還是小聲 你會覺得 不行不行 我要再來一次 會嗎 沒有 我就會 我就會自己解讀說 他可能現在改時間 幸福一家人 是一部充滿溫暖 親情 還有愛情 友情 是我們現代的社會裡面 大家都會遇到的家庭問題 只是我們把它放在戲裡面 用溫暖的方式呈現 讓我們大家知道 要珍惜當下 然後珍惜跟家人相處的 每一秒 記得回家吃飯 敬請關注幸福一家人 報導採訪組 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這邊請問一下